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总想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运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真正的独立 走得更远更好做更深度的报导以及讨论 也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节目 事实上是在报导台湾的社会议题社会运动 那当然我们在常常看社会运动的时候就看到一些 比较属于头人式的英雄式的这些人物 可是事实上在社会运动的场合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非凡小人物 他们事实上常常是站在社会运动的第一线 而通常也是在社会运动坚持最久的人 那当然在今年我们看到很多令人遗憾的这些事情 很多社会运动的参与者 纷纷因为疾病 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离开了我们 其中一位呢 其实也是受到大家非常敬仰以及感念的 就是来自于万宝的洪香女士 洪香原本是一位农夫 可是她因为参与了保卫自己家乡 保卫自己的田地而参与了社会运动 并且到处去深远 很多人都会觉得当自己的家乡 遇到了这些政府的破迁或者是自己的良田被破坏的时候 我自己的接触我记得很多件都是抱持了某种失败主义 可是纷纷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只是个乡下欧巴桑 只想守着我的孩子我的丈夫 只想做这产的闲话 他说这是什么贱户 我们做产的很可能 那自己的土地不卖 还要找很多的理由来告诉我们的政府说我为什么不卖 所以这次会看到洪香的这个生命经验里面 就看到台湾整个政府对于土地的这种所谓的伤害跟破迁 有多么的严重 也反过来看到做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他必须要花出很多的心力去捍卫自己的家园 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到政大地政系的教授 由徐世荣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谈谈洪香这个人 徐老师你好 关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们在访问这个徐老师之前 我们现在看一段洪香的当年在万保相关的抗争的影片 这是什么世界 我们中国民国公司在对你的浪费和声音 这些老师每一刻来就是给你出七春 我这么无用心 十回就是这样 我后面跟我们的伤害做起来 我们这些人这么严重 这些老师 每一刻都给你出七春 为什么台湾人家去工程就没失严 去工程就没失严 去工程就大家都有头脑吗 那是骗人的 那为什么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么说的农民都知道 是怎么去政府这些花园都不知道 我想先请教徐老师 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洪香的 大概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对十五年十六年 什么样的机缘 什么样的场合呢 就是其实苗栗 湾堡是我第一个 是第一个启发我走上街头的个案 所以你为这件事情而上街头 对 然后最主要 因为我对台湾的农地 我很希望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然后看到湾堡有很大的争议 所以我在新闻媒体 我就写一些文章来支持湾堡 但是我总觉得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比较好 所以当苗栗县政府在举办公听会的时候 我就从台北开车南下跟我太太两个人 去参加那个公听会 在公听会里面就认识洪香大姐 还有他先生 还有里面文文堡的很多长辈们 陈姓雄会长 这样子 后来 当天又到他弘香家里面 大家坐在弘香家前面 那个庭 那个大的空间 大家在那边聊天 对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就比较熟识一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机缘 所以你刚认识洪香的时候 你第一眼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他很勇敢 很勇敢 对 因为你刚好在抗争的场合 对 抗争的场合 他们都是直接就走到上面去 走到前面去 站在政府官员前面 就表达不同的意见 那不像我们都是比较 读书人都知道后面 要讲理啦 只会用嘴巴讲讲 他们讲话 当然不是说他们不讲理 他们还是有讲理 但是他们那个行动 是真的是 是真的展现出来 我看了他们 而且相对的人都是比较敢冲 比较敢冲 我记得许老师是云林人 云林人 所以你也是会在农村长大 对 小时候 那你看到的 红香这样一个农夫 跟你小时候看到的农夫 或是以往的农夫 有什么不一样 不大一样 一般的农夫 感觉都是比较 比较安静一点 比较害羞 对 比较安静 然后 比较不愿意 不会在公众场合 表达他们的一些想法 或是意见 但是红香 还有陈李世上 还有他先生 给我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那边他们为了 捍卫家园 大家都很勇敢 这个让我很佩服 刚刚谈到我们在看到影片里面 其实就是因为 环保征收的议题 那事实上在1995年跟2009年的时候 其实都遇到这个科技园区要去征收 环保里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环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环保的地点算是很不错 因为他就在国道三号公路上面 那个大山交流道 那大山交流道出去 大概不到5分钟就可以开到 环保那个地方 所以 所以他交通算是很浪费 交通非常的好 然后他 所以早期是国科会 国科会想要去那边设科学园区 对 科学园区 所以他们在民国84年 已经抵挡过一次 80 就是1995年的时候 对 已经抵挡过一次 而且那一次也算成功 算成功 那可能因为他们的抵挡 所以才会到竹南那边设 就大埔 大埔的旁边 旁边 对 竹南科学园区 对 竹南科学园区 然后再来就是 但是 那一次是 刘正宏是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所以 其实背后的主角人物大概都是 以前的苗栗县县县长刘正宏 所以他那时候担任立法委员 他就想要把湾堡这个地方 变成科学园区 但是因为当地乡亲非常努力 要捍卫家园 所以没有成功 所以后来他担任县长的时候 他要再来一次 这一次叫做厚荣科技园区 第一次叫科学园区 第二次叫科技园区 那科技园区就是县政府自己来提 但是刘正宏一直在想方设法 要把它变成国家重大建设 但是他没有成功 但是说万保居民第二次 让大家集结的力量 非常努力的再把它挡下来 所以很辛苦 非常的辛苦 你有问过万保的居民或者是洪湘 这个接连两次的这种 同样的是刘正宏 同样的是科技园区 同样要去把他们的钱给夺走 面对这两次接连两次的这种冲击心情是什么 就感觉第一次已经过关了 然后第二次没多久又来了一次 我就用这个张慕春大哥吧 那个洪湘的先生张慕春大哥 其实第二次要再征收 其实他就很沮丧了 因为抗争是很累的 很累很累 花很多的时间精神各方面都要投入 其实第二次刘正宏要再来 用后轮科技园区的名义要征收 张慕春大哥其实就我所知已经很沮丧了 他的内心其实已经有一些受到影响 这个也是听洪湘大姐跟我讲 后来张慕春大哥有点不愿意站出来 他有另外的一些打算 就是很沮丧 其实讲白一点就是有点忧郁 洪湘大姐就认为他先锋这样子 他一定要站出来 除了保护这个家园 其实也要保护他先生 所以也就是因为先生生病了 他因为这个案子生病了 而且那个病 其实心里面的疾病是占比较多的成分了 所以另外一般这样他也以心不忍 所以他一定要勇敢 站出来 所以一开始是他的先生张慕春是站在第一线 对 但是因为这种接连来的臭祸者 接连来的冲击 身体身心的状况 事实上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跟冲击 所以洪湘他才站到第一线来 对他才站到第一线 对没有错 确实是这样子 对 湾堡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两次啊 就是刚刚谈到这纯粹的交通方便吗 交通方便另外 其实湾堡那边啊 他是靠海边 OK 对 那他的土壤 其实大部分是沙子的土壤 所以也不适合这种味道 所以大概就种一些杂粮式的 西瓜啦 番薯啦 那这是大宗 以前也曾经尝试过要种小麦 不过我觉得西瓜跟番薯最主要的 所以他跟一般种水稻的田地 其实那个回沃度啊 还有土壤的品质 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但是当地的乡亲也跟我们讲 其实他们也经过很大的努力 进行土壤的改良 虽然有一些后来还是种水稻 因为他们那些 我们讲的红桃水味 对 红桃水味 有时候水要过去 以往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基本上还是番薯西瓜 这我所知道的 但是就不是所谓的高经济价值 对 不是高经济价值 如果有科学园区然后得到某些的补偿 不是会比较好吗 没有啊 不会 不会啊 他们不这么认为 他们 我所接触的一个长辈 除了 刚刚提得到 因为种田很辛苦啊 如果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就干脆把田卖掉就好了 我还可以有一笔钱 可以养老 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没有啊 拿了那些钱他们要去哪里 他们还是非常 钟爱于那边的一个土地 那 他们不会从价格 来衡量那个土地的价值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 特别跟一位长辈接触 他的表达也是类似 也是类似 那个长辈 其实名字叫吴英兰 也是我很佩服的长辈 他们都用实际的行动 来捍卫自己的一个家园 那陈信雄会长 那也不用说了 他们大概就是粗钱粗力 粗钱粗力 然后不断的到台北 因为他们当地的社区的凝集率也很强 我们讲的社会资本 这个很不简单 每一次要上台北去表达意见 因为我们在内政部营建署 那其余计划委员会要开会 他们时常上去 那每次上去都是很多人 不会说大家认为这个事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他们大家认为这是我们大家的事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社区 所以它的社区的凝聚率是非常强 非常强 那可能土壤的品质 可能不是像种水稻的那样的肥沃 但是还是可以种出很多的作物 很多作物 那其实 因为后来他们转做有机 转做有机之后 收入反而也蛮不错的 有一次在台北 他们上来台北 我们有一些活动 那红香也上来 那我就想说我要请客啊 诶 红香大姐这样跟我讲 诶 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物农的 我们薪水就不好啊 然后说我现在做有机的 我的薪水其实搞不好比你还高啊 我一定要 所以红香一开始是用冠型农法 就传统我们所谓撒农药 那后来就比较改种别的方式 为什么会做这些转变 也是因为抗争啊 因为抗争 那我们有很多的NGO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 这个农地能保留下来 那其实汪宝这个个案 能够成功 其实有一个NGO 也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那就是祖父联盟 祖父联盟的理监事 大家都投入时间 然后来帮 環保他们表达意见 希望农地能保留下来 大家知道 祖父联盟以前有一个 共同购买中心 对 共同购买中心 他们透过器作啊 共同购买的方式 对 那他们就希望能够多推展 有机农业 因为台湾现在身体 得到癌症呢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跟我们食物是有关系的 所以祖父联盟 还有共同购买中心 就把这个有机农业的观念 把它带领到万宝里面来 所以后来洪香大姐 还有她的一些 她的联合起来的 大家一起耕作的伙伴 他们大概 几乎都是做有机的 所以她后来是不是也成立一个 叫做共同工作队 对 所以那是一个 一种共同区域 类似交工 或是共同合作 来共同种植 对 共同合作 因为她的 当地 因为她的家族 她的 姐妹 大概是妹妹 大概都住在附近 还有附近的 她自己的小孩 还有附近的一个社区 然后他们在大家 彼此帮忙 成立一个 共同耕作的一个组织 然后 这个以洪香为主 然后他们也在那边 有成立一个木香农园 农场 以往有时候在那边贩售 他们自己更多的一个农作物 包括绝盗部分都是 跟共同购买中心 他们一个合作 然后生产出来的 就卖到那边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种植的形式 或是耕种的形式 或是有机的方式 都跟这一场抗争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这个有机农作这样的一个观念 共同购买 对对也是 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抗争也改变了 他们的 对于农业的观念 累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 甚至邻力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以前大概就是惯性 大概就是喷荣药 张大哥也曾经会喷荣药 有一次就去晕倒 这个也对洪香大姐 可能也带来一些冲击 再加上所得没有比较差 身体又健康 对 喝了不回了 对 然后参加的人也不少 我觉得这是很不错 洪香感觉是一个很海派 很喜欢跟人家分享的 对啊他很海派 好像到处会去送西瓜或是 对啊 或者是请大家吃饭 对啊 好多人都吃过他的东西 有时候我就不大敢去找他 为什么 因为开车到他家里去 我不是打扰啊 你要走的时候 他一定给你杀一大堆东西啊 什么他有的啊 有时候那个田里面刚收成的什么东西 种了还没有收成马上去收成 他们家前面那个庭院 以往有一块农地 种了很多青菜 有时候那个他们以前也自己养鹅啊 对啊 鹅呢就 有时候就送我们啊 有时候就吃的很不好意思啊 没有 我们现在住在乡村也会常常会有很多的邻居 会送东西 送东西啊 对 还是不好意思 对 我们也没给人家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给人家回馈的 这真的蛮有趣的 你会看到他保有某种对土地的关怀 这些本来就是以农历国或是植基于土地的这种 跟土地连结的很重要的特质 没有 但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共享的这种所谓的性格 甚至也会喜欢去照顾别人 去关怀别人 哦 他非常关怀别人 嗯 就举例子啊 他这个 万宝成功之后 只要有一些别的地方有自救会 希望他帮忙 只要他有时间能力许可 他大概都会去啊 嗯 全台湾跑啊 呀呀呀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看一段影片 就是他去声援这个黎明幼儿园的一些相关的影片 我们看完之后再回过头 再来跟徐老师讨论 到底洪湘有点不务正业 就是说他的主业应该是农夫 但事实上也参与了很多社会抗争 那社会抗争也不是只有保卫自己 而是保卫很多人的家园 对对对对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他参与过哪些的社会抗争 我们先休息一下 让人民帮助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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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相信我们的理由 我经常说 我们的百姓理由 我们都因为我们很客气 都不够 但是我们的人民帮助做好 每个人都来做好 谢谢大家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仲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独立 做出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邀请到的是政大地政系的教授 徐世荣徐老师 徐老师好 关老师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当中 因为洪湘女士前一阵子过世 那我们特别来做这一集的节目 邀请徐老师来谈谈洪湘这一个人 以他所认识的洪湘 那当然我们不会是只有谈到洪湘 而是包括这个背后 对于整个台湾的一种破迁 或是农业的这一种冲击到底是什么 就是政党轮替了 感觉我们也有一些理念人 去当了这个农业部的部长 甚至也成立了农业部 我们农业有因此变得更好吗 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徐老师来讨论了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洪湘的身上 就是洪湘他刚谈到他看起来是一个很海派的人 然后对人也特别的照顾 所以他也到处去深渊抗争 对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黎明幼儿园的这个深渊的活动 洪湘还去哪些地方抗争 我还去过很多地方 比如南边我都知道跑到屏东 屏东火车站附近有一个政兽案 就是宝链街 宝链街 然后比如说高雄 高雄有四地重罚的案子 大概有两个案子 李美金大街的一个案子 另外还有衙琴街的一个案子 跑到台南 台南铁路东夷的那个案子 他也常常去 所以这个 然后再来我所知道的 刚刚我们看得到的台中里面有一个 对 那苗栗大福当然不用讲了 苗栗大福声援的非常的多 那再来比如说到比较北边 这个我们讲的林口A7 现在体育大学站 集结 体育大学站A7站 他也花了 常常来帮忙 那另外 桃园安工程他也曾经帮忙过 那比如说另外一个案子 可能大家也常在 以往照片上可能都会看得见 也就是说 新北市巴黎台北港 巴黎台北港那个汪菊阿嬷 那个 因为汪菊阿嬷也在乌农 年纪比较大 七十几岁 那洪向也是在 在村庄里面乌农 所以他们谈话 交谈 都比较能够有一些共鸣 所以刚刚 喊不当当加起来很多案子 从南到北 还有社子岛 对 社子岛也有 另外他们最近 那个昆宇 昆宇 苗栗 苗栗 苗栗招桥昆宇 那他也 他那时候已经 其实生病已经很严重了 病情蛮严重了 但是他一直很关心 那个昆宇的乡亲人 所以也常常去 常常去 那 而且一去就待很久 那因为昆宇他们是在 这个马路上设帐篷嘛 那晚上大概 白天大概老人家 就在那边 坐在那边 守着帐篷嘛 年纪都很大 所以 红香常常去陪他们 但红香年纪也没有很小啊 对啊 60几岁 对 他现在是69岁 大概就是68岁 就是他一直在支援 正是他自己 用身体 直接出现在各个场合 而且像昆宇那个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场合 很危险 就还在第一线 夜晚会有黑夜人突然冲出来 没有错 没有错 他还在现场 他还在现场 那时候我们就说 哎呀你应该回去休息啦 OK 但是他就 他就 放心不下了 嗯 放心不下 然后另外他每次去啊 就一定 以昆宇案为例啦 一定 帮大家准备了很多宵夜 嗯 然后这个 就去那边 给这些 昆宇的老人家 大家一起吃啦 嗯 所以大家其实也都蛮感念他 嗯 另外一个 他常常会打电话 嗯 就是 虽然他没有说自己到现场或怎么样 他为了要解决问题啊 嗯 他很会连结 嗯嗯嗯 所以虹家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很会打电话去连结很多人 嗯 嗯 新闻记者啦 政府官员啦 立法委员啦 嗯 政治人物啦 嗯 他都会打电话 会尝试的 他 他 他 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他什么都愿意做啦 嗯 嗯 很努力的 所以也遭受到一些误解啦 嗯 比如说昆宇案他也 比如说打电话给现在的县长 嗯 那现在县长其实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我们总觉得有黑道的食材 嗯嗯 所以他打电话给他就有一些 有些 好朋友有一些误解 不过他 他不认为 他不理会这些误解啦 他重要的是要 帮乡亲们解决问题 嗯 这个才是他最重要的考量 嗯 那 他不惜个人的 这个名誉啦 各方面的毁誉啦 主要重点都在乡亲的一个身上 所以 这就是他非常大的怀念的地方 嗯 他除了是在自己家乡抗争的重要角色 他也是串点各个不同的这种运动的场域跟组织 甚至相关的厉害的关系人之间的做很重要一个连结的角色 对没有错 可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太OK了嘛 你刚刚讲说其实他已经得了癌症有多年了 对而且不断的扩散到别的地方去 嗯 那他怎么会有这些的体力跟能量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好问题我也想问他 嗯 我也想问他 你怎么有那么多的体力啊 但是 其实 我们私底家都知道 这个病情是蛮严重的 OK 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 嗯 他每次我问他 欸还好吗 嗯 他都会说我还好啊 我很好啊 所以他的病的状况是其他的被生源的人也不太清楚 嗯 可能跟他接触比较多的会知道 嗯 但是一般跟他接触比较少的可能也 不大清楚 嗯 因为他也不大希望 不大想要让人家知道这些 嗯 加速可能也不让人家知道他的病情 嗯 这样子啊 主要他的那个意志力啊 对 非常的强 嗯 非常的强 他总是很希望 能够帮人家解决问题 嗯 是什么样的信念啊 这个体力是一回事 意志力是一回事 可是高于体力跟意志力可能它是一个信念 是一个价值吧 对一个价值 就你认识他这个十几二十年来 什么样的价值是驱使了他 觉得我不去帮他不行 我不去解决这件事情不行 我不去对抗这个政府不行 因为可能是他自己亲身的体验吧 嗯 因为万宝差一点就被人家征手走了 嗯嗯嗯 他有切身之痛 嗯 他认为土地其实跟我们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嗯 嗯 这个其实不是用金钱价格可以计价的 嗯 你把土地拿走了 其实我们的生命大概也去了一大半 嗯 嗯 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当别人也碰到相同的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从这样的一个观点 嗯 来出发 那一般我们社会大众资本主义的社会大众 他说高科技重来再怎么进步 以后没有粮食的时候 你能吃晶片吗 嗯 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嗯 OK 所以他非常重视土地 嗯 那可能这个土地的一个价值 嗯 那个连结 那土地跟我们 怎么讲 胡获相依啦 嗯 大家有 他非常有共同的认同 嗯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价值 在驱使着他 因为他很担心 别人 可能会收到 这个土地被征收之后 生命可能也会因此 而上市了 嗯 嗯 可能 嗯 当人家跟他求援的时候 他很希望能够帮助人家 把土地跟家园 嗯 他安身利物的地方 能够帮他把他 嗯 嗯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念吧 我认为 不过 胡获相不只是这个信念 他还实际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 土地征收的问题 似乎并没有 没有解决 没有 也没有越来越少 甚至可能越来越多 对 在这个过程中 不会觉得很徒劳武功吗 但是 不管是洪香或是你自己 是啊 我们现在 案件上还是很多 嗯 但是 你还是要做啊 嗯 你还是要努力啊 嗯 对啊 像洪香大姐 他还是不断的 用行动来表达 嗯 这个 不愿意被征收的这种 嗯 嗯 意念啊 嗯 所以我们还是 他常常 他也讲过啦 嗯 你没有行动 就 就 不可能 嗯 有希望 嗯 所以一定要 站出来 嗯 一定要表达你的意见 哦 你要是不表达 那你徒弟就会收走了 嗯 嗯 那你站出来 可能还有一点希望 嗯 这样子 所以他可能 他也不断的用他的案子 来跟大家鼓励啦 对啊 但是我们从2010年或是09年 或者是更早 我们就看到有一连串的这种 所谓的科学园区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种建设 来去破坏农村 我们看到农村有很多很多的反抗 很多很多的抗争起来 但是 呃 甚至有人不断在强调粮食自给利益 把粮食 把农业当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防事业来做 嗯 这样的倡议大概有十多十几二十年了 嗯 你农业有因为这样子而变得更好吗 我们看起来土地真的说并没有 但是我们的农业的本身 有粮食自给率真的更多吗 我们农地被贩卖 当作商品被贩卖的情形有减少吗 我认为可能是没有了 嗯 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可能更低了 嗯 之前我们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后来听说降低到百分之三十 嗯 其实这我也是蛮怀疑的 大家我们现在因为缺水 嗯 很多农地都休耕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 连百分之三十可能都不到 嗯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努力 搞不好情况更糟 更糟糕 就这样子 嗯 所以 这个洪湘 也很希望能够让我们 在省私啊 农业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嗯 我们长期来大概都是忽略了农业 嗯 我们都用经济的产值 农业的经济产值 我们认为它低于百分之三 GDP低于百分之三 所以我们都认为 不应该让农业有那么多土地 不应该使用那么多水 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其实农业跟生态 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对 农业也跟我们的文化有关 那农业也跟我们的身体健康 如果有机生产也是有关 所以农业它有多元的价值 那以往我们为了促进经济的成长 我们把农业的其他多元的价值 我们可能都忽略掉了 那比如说我们用看虹江大姐 他们后来做有机农业 那做的都快乐 对 而且收入其实也不低 所以如果用这样子 那后来他们供耕嘛 那他们又也接受外面的人去那边耕作 那很多阿公阿嬷啦 还有带着孙子啊 从台北特别去那边 只问了要更甜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快乐 所以农业有很多不一样的 重要的价值 那希望从虹江大姐的身上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些多元的一个价值 你曾经在虹江过世的一两天 你其实在你的脸书上面写了一篇文章 那公库其实也有刊登这篇文章 你用文天祥的正气歌来形容虹江 你提到所谓的责任日遗远典型在塑洗 并且你也说他为台湾的社会建构了爱乡爱徒 有情有义的重要典范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去形容虹江呢 这个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我在那个文章我提的到 比如说他建构一个新的典范 比如说我刚刚提的到农业的一个新典范 从过往的这个传统的农业 强调它的市场的经济的产值 到了农业的多元的价值 那我们学术界称这个叫做农业多功能主义 那这个就是欧洲现在很努力在倡导的 就是这个农业多功能主义 那我们可以看 那我们农乡虽然没有打出什么 学术上的叫农业多功能主义 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在做了 很多时候那个社会实践的比学术界多很多 对啊 如果学术里面光说不练 最后实践的就是日常生活 对在日常生活都已经实践了 对 所以这让我很佩服了 因为这个欧盟已经很久 就一直在倡导农业多功能主义了 那我们政府后来也 也逐渐接受这个观念了 对不对 所以也在倡导农业多功能主义 那你可以看到 那洪向大姐他们已经务实的 很早就很努力的在做了 这是一个面向 那土地的面向 我在那个文章我也提得到 我们资本主义社会 大家把土地当商品 大概很多人要赚钱了 那洪向他的看法 就是土地其实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家园 这是另外一个观点 那不是土地用来生活的 不是买卖的 我觉得这是也是另外一个价值 对 那把这两个综合起来 另外一个我觉得 它要让我们去思考 因为台湾在世界经济体系里面 我们大概认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个边陲 边陲的话我们不是核心国家 所以我们不断地要牺牲我们的劳工的权益 我们牺牲我们的土地 我们牺牲我们的环境 我们各方面都牺牲 只为了促进经济的一个产值 但是让我们再重新思考 台湾有没有 纵然我们已经解除戒严36年 我们都说 哎呀现在主政者也说 这个台湾的主体性 那台湾这个要爱台湾 但是洪向这个也跟我讲 我们真的有脱离那个边陲的位置 好像我们还是一样 还是处在那个边陲的位置 但是洪向这样实际的 我们不谈蓝绿啦 不谈那些政治的一个 重来我们不谈政治的一个事物 但是它的这些价值 我觉得真的体现出 体现出台湾真正的一个主体性 因为真的一个国家你要 对农业你要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因为两岸之间如何发生了一些问题 我们重来不谈两岸关系 发生一些战争或者什么 你平常你的两岸之举力 你就必须要保护下来 甚至它是一种对自己成长地方 自己的土地的一种重视 没有错啊 这个它用真正的 而不是只是说爱台湾了 这个用那些口号来彰显而已 它用实际的做实际的行动 来真正彰显出台湾真正的一种主体性 而不是一个边缀 真的比如说农业重要 土地是我们安生利命的家园 这个都是我认为都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前两天在跟课堂上跟同学在讲 我们在谈社区嘛 然后一些文献他说社区是外来的概念 我就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这社会里面难道没有一种互利 没有公共的价值吗 除了家族或者是自己以外 其实是有的 在农村里面是可以看到这种所谓互利跟公共的价值 例如说美龙的交工 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共耕队 或者是红香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到处去协助 或者是去分享 它就是一种本土有的所谓的基本的精神跟价值 没有错啊 我们那时候我们到红香那边吃饭 总是一堆人 他有时候也会打电话 我们吃饭了 你赶快来吃饭 不是你在台北埋怨的 有时候我去的时候 我们在吃饭 他常常邻居就在他们家吃饭 他姐妹都在家吃饭 所以他们家往往都是很热闹的 对 好像吃饭就是 也是多一双筷子一个碗而已 再多炒一些菜或怎么样子 但是不管菜多还是少 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 非常浓厚的 彼此之间的那种关系 关联 联结 联结 大家都能够在同桌一起吃饭 我觉得那个感觉非常的好 非常好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徐老师 就是我们从红香的过往 他的整个的经历 他的生命历程 我们可以省思什么 我们可以在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有很多 我觉得它是很不简单 很不简单 然后呢 很重要呢 要有所行动 你如果真的 爱护你自己的家园 当你的家园要被征收 要被重化的时候 你一定要勇敢的 而且不要有那种 失败主义觉得不好 对 一定要 一定要站出来 勇敢的表达我们的心声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 我们学术理论上 我们常讲 民间社会的一个力量 洪香给我感觉 哎呀 他就是民间社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例子 没错 我们是有 有力量 我们也有可能 来改变 我们的公共政策 甚至也是改变我们这个制度 不公不义的制度 我们是有机会的 我们有可能 嗯 千万不要 不要 不要放弃 对啊 的确实我们刚刚一路这样聊下来 发现洪香他其实是一个行动者 对 而这行动者他不是那种 觉得不好 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觉得没有用 或是找机会 找别人来帮忙 他没有 不是这个不是他重点 重点是他自己挺身而出 而且你会发现他挺身而出 他真的有效 他真的保卫了他的家园 然后他不是只有保卫自己的家园 不是只有捍卫他自己的土地 他还是到处的协助 到处的协力 虽然我们看起来好像这样的一个 征收这种努力好像没有越来越好 可是也许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太少 对 也许是我们站出来的太少 没有办法展现出更大的力量 我们要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 我们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去做改变的 我想这是从洪香身上 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范 一个范例 今天非常谢谢徐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来分享洪香的 他所认识的洪香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